天气很热 太阳高高挂 阳光穿透树叶 16号周二早上依然是艳阳高照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 预计都是相当高温炎热的天气 各地的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6度 那甚至可以看到涂上紫色的区块 可能都有机会出现37甚至局部38度的高温 至于午后降雨 由于太平洋高压强度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午后雷震雨加以北规模将扩大 气象专家郑明典也说北部地区中午过后也不平静 各地的山区中午过后也容易有午后雷震雨的发展 那因为吹的是东南风 所以这些午后雷震雨会往部分西半部的平地扩散 全台各地依然是高温炎热午后雷震雨的天气形态 但云图可以看到在台湾附近已经同时有三个热带扰动 而且强度还不弱 有没有形成台风的可能 可能在周末之后南方这里开始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压 甚至是台风会在这个区域发展起来 台风出现之后它后续的走向会受到环境怎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接近台湾 目前来看变数还非常的大 气象鼠表示短时间内台风接近影响的机会不高 但变数依然存在 静新闻蔡玉如张俊涵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 静静静新闻 再联系安静新闻 点击